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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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是你的事情 朕准你 全权处置 陛下 陛下 臣真的可以 全权处置 当然 诸位时国家俸禄 数代立身于此处 此刻不妨扪心自问 为何会容许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府政的当代 在劫难他人之前 先问问自己有否克敬职守 再问问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 上不愧于君父 下不愧于小民 此事昭告天下 是天家丑闻 流传万事 是万代笑柄 有损天子圣明 本宫和诸位同罪 谁也不要妄图脱掉干系 陛下 传当皇宫 陈凌皇宫 但是按照国法 真正有不赦之罪 该去宗正寺 禁足反省 等候发落的人是你 齐王 陛下以为呢 朕说过 全权交给太子处置 殿帅 亲自送齐王去宗正寺 臣遵旨 控和位 带走齐王 陛下 陛下 爹 陛下 爹 爹 爹 等等 只是 刚刚那个工人的供署 为嘉义司法查证 昨夜陛下和本宫亲审了堕楼之人 他却声称没有人指使 是他自己一人所为 本宫反复推敲觉得 这件事情也许 还有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 尚服张势 是 心怀尖贵 侠恨报复 在我兄弟之间挑拨滋事 方姿昨日之变 朱叔令你以为 哪一个才是实情 殿下英明 此事实情 一定如殿下刚刚所言 小人作乱 大逆不道 伤心病狂 亦不足形容 应当 寸折于天下 但是就算是小人破坏 本宫和齐王也有 立身不端的嫌疑 本宫自会自省 可也请齐王 能够修身养性 谨言慎行 不要再给萧小人 有可乘之计 本宫恩话好好回复 这是最起码的人臣之礼 齐王 本宫问你 记住什么叫做 人臣之礼了吗 臣谢殿下教诲 陛下 臣的话问完了 太子 处理得当 陛下 齐王昏贯已过 九步之藩 这才给了小人 可乘之计 险酿大祸呀 马上就要春围了 那开榜之后 礼部着手预备 齐王之番一事 陛下受命日 陛下 陛下 臣还有一事 既然罪人已经伏法 尚服局的宫人并不知情 陛下能否开恩 准了 谢陛下 这是三郎伪造的 陛下 这是三郎伪造的 还有呢 那个工人伤得很重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你知道吗 臣已经把她交给太子去处置了 臣已经把她交给太子去处置了 爹 太子一定会留着他的 这样对儿 为你钱吗 这回是太子放了你一马 妈 出京之前你最好放老实一点 朕跟你说这些都记住了 朕 你知道吗 被你推下去的那个人 是你的亲生母亲 就算你不知道真相 他也是把你从小养到大的老实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在你下手的那一刻 你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你的母亲为了庇护你 自己全盘拦下的罪名 今天 他就要被撤裂于世了 该被撤裂的人应该是你 世母之罪我不会容设 我也不会宽恕 但是 我不会杀你 因为我知道 在我告诉你真相的那一刻起 你这个心就变成了一座 无间地狱 每跳动一下 都是对你最好的惩罚 照顾好他 我要他无妄无病 得享天年 但是 现在我们失败了 除了 但是 尹敦 走 不知道 殿下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有时候不要看别人说了什么 而是要看别人不肯说什么 昨晚预审 他宁可被寸折 也没有说出真凶名字的时候 我就知道是吴内人了 在这个世上 除了娘 还会有谁 能做出这样的牺牲 所以 殿下才会让那个内臣 赶在江上宫之前动手 臣问的是 殿下是什么时候知道 吴内人 和张尚福的关系的 很久以前 应该比那些人更早 毕竟 我是她的故人之子嘛 娘娘 好看吗 好看 你手最巧了 三郎 我好看吗 好看 来 自己来看看 好看吧 殿下 还真是眼出必行啊 为了他们得赐了陛下 与我只是几句深吃 与他们 是人命啊 去哪儿 请罪 现在尚赶着去投骂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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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 爹 我 acey 爹 爹 贵 马 仔 爹 不要 好好 Potato 来 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然陛下为什么会这么对待我 殿下为什么不事先跟陛下说呢 陛下他是你的君父啊 再朝为君 下朝为父 可是殿下连自己的君父都不再相信了 陛下的心里会怎么想 老师 如果昨日能够见到老师 我一定会先告诉老师的 老师 我也还没有吃饭 师母做的密苏食还有吗 老师儿 老师 你怎么能不能够紧 我就是我的老师 可恰 你怎么还没有 殿下 臣毕竟是外臣 如果殿下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不要再去臣的职房了 殿下 殿下 殿帅 卢尚书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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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来了 这是什么东西 回陛下 殿帅说 这是在尚服局仓库的房梁上找到的 好像没来得及收 打开 禅其有端 罪事无名 全君臣义 成父子亲 家国永安 天下太平 君子今日 败离成人 有时候朕是真不明白啊 朕的太子 到底是精明 还是天真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冯恩娜 快来看 殿下 嘉义伯今天不在 那我找卢尚书去 卢尚书大概也不在 他们现在大概在一起 殿下不如呈给陛下预览 反正过两天也是要教书道的窗客 这种游戏之作整上去挨骂骂 报座号姓名 弟子三十二号 薛换 三十二号 薛换 一路上十二号 请 请 请 来 等等 我再搁啊 再搁啊 我再搁ên子 不愧是卢尚书 连试卷都是一等的书道 只可惜 不能让人看见 请吧 天字四十八号 自己报姓名 顾逢恩 嘉义博 您老今年怎么有空亲自下场 我不亲自下场 你替我 您稍等 稍等 快 给您 嘉义博必定是缠工折柜 逾越 五月龙门 请 三年一度春围再开 此乃国家轮才大典 关系非同小可 卢某铁为主考之职 还请中书令 殿帅多加复制 在朝堂上 我虽然比卢尚书 站得靠前一点 但在科场上 还是卢宫的晚辈 卢宫历次主持会事 本科再任主考 虽然是万当万全 圣上命我为父 不过是 小奔走之力而已 陛下 这边请 没规矩 你再胡闹 你小心 我忘了 拿什么吓唬我三哥 都不能用爹爹 你不害怕 来 你试试 陈可不像殿下 每天要昏定晨醒 我十几天都见不上 陛下一面 有什么好怕的 这些日子总没见到你 还在写你的字 书道上面 陈可没有殿下的天分 我回头 让人给你送两卷字帖过去 三哥 大哥的事 我 我 他是他 你是你 跟你小儿子没关系 三哥也是来吃鱼的吗 我来混定的 吃什么鱼啊 外公送来新鲜的食鱼 殿下不知道 安平不安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稍后再来 哎哎哎 殿下 我不喜欢吃鱼 你不喜欢吃鱼 我也不喜欢吃鱼 可来都来了 陛下 武兰来了 殿下也来了 他 神 俩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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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恭请陛下圣安 臣请问圣躬安何否 圣躬安 来 拿好 谢谢 怎么回事 可能是天鹏的油栈破损了 看天色要有雨雪 赶快修好 是 别出去看看 有没有这样的漏洞 是 大人 久闻卢尚书 是一切共事皆如门声 真的不假 三场会扛 一共九天 白天作文 晚上休息 都要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 春眉之后大哥就要离京了 我不能喝酒 在这里以水带酒 为大哥践行 说起这大郎之藩之事 妾有事禀告陛下 今日大郎媳妇进宫 说齐帝王府打发人来 报王府年久失修 不堪居住 贵妇的意思是 殿下已经冠礼 接着马上要选妃成婚了 殿下也知道 大郎婚礼三年 弃今王妃未见喜讯 让那头 王府先休着 这头 等参加完殿下的婚礼 沾一沾祥瑞喜气再走 不是 两见其美的是吗 妾是个没有见识的妇人 若是说错了话 还请殿下见谅 贵妃说的 是天理人情 我怎么会怪贵妃呢 陛下 说起三郎的婚事 却听说 刑部尚书张禄正的长女公子 年已标媒 殊得贤良 可是贵妃 天理人情之上 还有国法 家法 秦王冠婚之后 必须离京 这是祖制 是国法 侍奉天子学习正事 这是我身为储君的责任 前往封疆拱毙国土 这是大哥身为亲藩的责任 我们生在天家 不用像民间的世子一样 寒窗十载 就身居了高位 也不用像前线的将士 浴血疆场 就安享了太平 这不是理所当然 这是因为天下人 尽到了奉扬我们的责任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为天下人 履行好我们的职责 至于太子妃的人选 这也是天家大事 还全凭陛下圣读 贵妃的好意 我心领了 在王府修好之前 大哥可以先住在祁迪义馆 如有委屈大哥的地方 还请大哥谅解 殿下 殿下怎么来了 这么晚了 老师 先别赶我 我有正事 哦 什么事 老师 这是我新创的书道 请老师过目 殿下的书道 已入文艺堂皇之境了 真的 怎么了 怎么了 过去被老师吓出来的毛病 好 殿下的书道 有名号了吗 我来就是想让老师 给我命名的 好 容臣好好地考虑一下 再回复殿下 还有 还有 外头冷得很 我来呢 是向老师 药杯热茶喝 好吧 殿下 这是刚刚昏定出宫吧 是 陛下 陛下要让齐王走吗 陛下要让齐王走吗 也许吧 陛下 冲出令呢 怎么只有老师在 他带人去复查号房去了 都检查仔细了 都检查仔细了 不能出任何疲漏 是 让老师为难了 陛下硬是要 把他塞进来当这个副主考 其实都是冯恩的错 我就劝过他好几次 让他不要下场 他就是不听 一个伯爵 非要尽什么国子剑 还非要自己博什么功名 听说 这一颗 功勋子弟不少 所以陛下 不放心老师一个人在场内 也不放心忠书令一个人在场外 所以干脆 就把他给拖下水 靠祖音的呢 叫绝路 靠自己的才叫功名 老师 老师 殿下 臣失忆了 我来吧 可能是 老了 老师还未到一家子 谈和一个老字 本来后天是老师的生辰 可是正好赶上开科 老师又要 在这里锁九天了 殿下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近来事情太多 不但没有给老师准备鹤礼 还吃了老师的宵夜 老师想要什么 等到春威之后 我亲自给老师补助 臣什么都不需要 老师 殿下的书道 赐一幅给臣就是了 好啊 我一定会亲自给老师送过去 还盖上章 老师 我有字了 对了 还有 臣可能真的是老迈了 今日里总想起家乡菜的味道 不过 什么菜 我让东方给做了 回头给老师送过去 这还不容易吗 骨彩 唇羹 还有卢快 张继应见秋风期 于是想到了这三样家乡味道 之后 便挂之而去 之后 都是难道 殿下 殿下灌了一笔 齐王也要出京了 臣打算春围过后就致使还乡了 殿下的字烦请殿下在臣离京之前赐给臣 殿下不必担心 臣一定要川鼠路查马御史鹿鹰来京 还是继续任御史终成 让他来负责殿下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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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也不会让齐王走的 殿下问过我 老师也问过我 为什么上一次明明明知道秦王的谋划 这更难过 老 老师 不要走 殿下 殿下 就算是陛下 让忠书令很老实 互相节制 老师还是放心不下吧 否则今晚 为什么会亲自守在这儿 臣已命人 严加搜查 谨防务必加带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会让奉恩成病 今年就不考了 殿下不能这么做 他还年轻 三年之后他还有机会 殿下不懂 为什么 眼看这天雨雪就要来了 他们读了十几年的书 最后能得到的 就是在这小小的号房里面 还露着风 带上这么几天 因为殿下 毕竟不是读书人 毕竟不是读书人 小的雨雪就要带过 我眼看不懂 我感觉你怎么会 你这些小的儿子 为你来放在这儿 再怎么读书人